2008年新科勒墻台 从宜兰登陆之后发生滞留现象 打转近两天才远离台湾 造成14人死亡 去年杜鹃台风有3人死亡 农损高达1.7亿元 这些都是在中秋节报到的台风 根据气象局统计 历年有7个台风在中秋节侵台 除了2009年的巴马台风是中台之外 其余6个都是强烈台风 而且都造成严重灾情 其中大潮是原因之一 西南部的沿海比较低洼地区 或者是甚至都市里面 地势都比较低的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这次墨然地墻台席台碰上了大潮 两个时间点要特别留意 9月14号晚间5点到8点 9月15号中秋节的清晨4点到早上7点 东半部要防大浪发生 西半部沿海及低洼地区 提防烟水或是海水倒灌 东半部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 主要是要注意浪的状况 满潮再加上台风侠带的雨势 无法宣泄 因此地洼地区特别容易淹水 造成严重灾情 气象局提醒 摩兰地台风虽然匆匆路过台湾 但是结构扎实 将会带来不小的雨量 记者杨士旭 张耀宏 SNG小组台报道